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拉随身听》 《热拉随身听》 《因为有爱所以聆听》 喂 珍珍 鲜蓝酒吧吗 你等等 我到了 阿慈 你这个大盲人 今天可算是让我逮到你了 你这又喝了多少啊 生日快乐 玫瑰送你 谢谢 怎么要有个小信封啊 卧槽 演唱会首排门票 这个好难买啊 他说那天我手着点儿都没有抢到 还有来回机票和住宿 我都订好了 顾小维应该有空陪你过去吧 我没告诉你 顾小维 把我给甩了 我昨晚才回来 怎么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的事儿 她半个月了吧 她把她同事独自搞大了 现在女孩子要和她结婚 她 反正她爸妈也瞧不上我 听说那个女孩子的爸爸是老师 妈妈是医生 今天是我生日 你得陪我喝个尽兴啊 来来来 珍珍你少喝点儿 珍珍 我出去接个电话 喂 妈妈 阿慈 我今天和你一个阿姨一起下午茶 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 温念怀孕了 你们干什么 别打了 别怕 跟我走 你和陆行雪结婚也三年多了是吧 也不提怀孕生孩子 我就问你 你们相处的时间有没有超过三个星期 你逞肩跑得不见人影 不是我说啊 你的态度就是有问题 当初总没人逼你和陆行雪结婚吧 阿慈 没感情基础不稀奇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嘛 你就不能跟温念学学 嗯 你嗯什么嗯 我看你是存心要气死我 这样 你明天再陆行雪回家 我们一起吃个晚饭 可能不行 我这会儿不再 别想着骗我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的那个巡演 早几天就结束了 这会儿啊 你肯定在居室 就是不在 你明天赶也得给我赶回来 听见没有 你在哪儿啊 在酒吧 和谁 没和谁 霍珍珍她今天过生日 霍珍珍霍珍 怎么不见你花时间多陪陪陆行雪呢 江慈跟我合约结婚怎么样 温太太生的那个儿子实在不像话 温念被接回去了 婚姻存续期五年 如果爷爷在这之前百年 那么离婚时间可以相应提前 哎呦 那个温念 居然和一个男孩子同居了 我不干涉你的任何行为 只需要你逢年过节配合我 去爷爷面前静静笑 好 哎呦 哎呦 少年慢点 我告诉你们 你们 谁今晚上让我高兴了 我的钱 我们都给他 灵尚 你就爱说笑 我老婆 你们知道的 那四季的小温走 是个 这个性冷淡 你在床上就跟死鱼差不多 林秀 这不是巧了 我小姨子 念念怀孕了 你知道 你这人什么毛病啊 上来一句话不说先泼人一脸酒 这酒够劲 我说到哪里了 哦 我老婆 我老婆 你妈跟我打电话圈你搞了我 我跟你说 我先招来一个文身士 大高高 寸头 肩背宽阔 可他妈帅 还年轻 帅人渣顾小肥 十八条街 我这酒 打电话 让她来接我 喂 小A 老板 罪成这样不怕危险吗 我闺蜜不在这儿呢吗 她 她 心里有数 我 醉不了 醉不了 得了吧 搞不好 她比你还醉呢 不是由你来接吧 老板 上车 把姜小姐交给我吧 啊 你 谁啊 眼熟 江小姐 我是卫宁 陆总在车上等你 什么总 陆 陆行雪 她来了 喝醉了 醉得这么厉害 不怕危险吗 我闺蜜 不是由你来接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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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江文学城达英原著 舍拉沸腾鸟联合出品 沸腾鸟制作 广播剧 她属于我 第一集 欢迎收听 收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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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喝太多了 嗯 嗯 今天 没去公司 嗯 下午要出差 在家收拾东西 嗯 我妈妈让我带你回去吃晚饭 既然你要出差 那我待会儿就直接拒绝她了 嗯 庄阿姨做好饭了 下去吃饭吧 好 昨晚麻烦你了 这么巧 你也去那玩 你妈妈让我去接你 哦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 我妈妈她会 没关系 我有晚夜 回家是顺路经过 啊 该有多顺路才会刚好接到我啊 哎呀 知道 她在车上等了多久 你没有胃口 请庄阿姨特意要了点白症 嗯 谢谢啊 今晚有你爱吃的小牛排和蘑菇浓汤 你送给宝宝的小衣服很可爱 阿姨 我们很久没见了 等完完这阵子 我们见一面吧 温念去童家了 看来我妈不仅安排了路行雪来接我 还用我的名义 给温念送了宝宝衣服 工作别太偏 注意身体 嗯 叶文涛 上次巡演那个乐团的钢琴家吧 喂叶老师 晚上好 江小姐 我真的非常欣赏你 我明天会到机市 不知道啊 我们能不能见一遍 都是我做东 请叶老师尝尝机市的特色菜 一起吃饭正合我意 但提前说好啊 地点一定 但必须由我来买单 哈哈哈 嗯 嗯 接下来 我有个两天一夜的初海行程 我想 邀请你一同前往 初海 是这样的 江小姐 现在呢 我不是钢琴家 你也不是调律师 我们就以男人和女人的身份来对话 我说过了 我非常欣赏你 但是我也能看得出来 你对我是尊敬有之 却没多少兴趣 我其实也不愿意用金钱去衡量你的价值 但是以我的这种愚钝和浅薄 我实在也想不到其他的方法 好 我们直接一点 我对你的实心有所了解 我愿意出八十万 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陪我走这一趟行程呢 两天一夜 八十万 按时心算的话 他很慷慨了 翻了几倍 叶老师 我想你可能有些误会 我已经结婚了 你已经结婚了 我确实没想过这点 不过江小姐 这个不影响 我并不在乎这个 对不起江小姐 是我冒没了 这样 你考虑一个晚上 我们明天见 到时候再给我答复也不迟 我看上去很穷三吗 你给我订的来回机票都是头等操 住的是七千多亿碗的酒店 嘿 老实讲 我也想拥有你这种花起钱来 毫不费力的穷存 是不是我太低调了 怎么会被叶文涛归类为 能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女人 虽然我和童家 带什么首饰比较好呢 最贵重的 就是陆显雪送我的结婚戒指了吧 那么难以刻钻 但是 会不会太刻意了 方便向你借一块手表吗 好 一百万 这么短时间加加二十万 跟我玩心理战 江小姐 陆总让我送你 你难得向我开口 我想你或许会需要 好 几天没见 江小姐比之前更加迷人了 你忙完联系我 我就在附近 长萌一老师寻演一路关照 这顿饭一定要我来请 江小姐 你真的很聪明 期待我们下次合作 叶文涛这么喜欢名表 应该认出来陆显雪这块的价值了吧 可算知难而退了 喂 江小姐 今天真的谢谢你 等你出差回来 我请你吃饭吧 陆显雪 你尝尝这家的料理 口碑挺好的 好 对了 爷爷今天问我 目前有没有要孩子的打算 我和他说现在不是好时机 暂时不肯 接下来我还要 我 我被鱼刺卡 医生 我被鱼刺卡了 按顺序排队 一个一个进来 她是我太太 她是我太太 现在感觉怎么样 还有点疼 像是一次还卡在那儿 喉咙刺伤了 很快不恢复的 嗯 嗯 嗯 我接个电话 嗯 喂 喂 雅慈 我在酒吧看到同志妮了 她一个人 喝的还挺多 被陌生人又冷又暴的 你发个定位给我 你松手 多管闲事啊你 谁啊你 你算老几啊 好心当做驴肝肺 珍珍 张慈 你是狗啊 你闻着 我闻着味儿就来了 说什么好人呢 不心恶心 哼 你 走吧 这可不行 我不知道你们都是些什么人 怎么放心让他跟你们走 哼 听听这话 您剪人剪出经验来的 我来告诉你 我告诉你她是谁 她是不要脸的大婊子生的小婊子 她跟她不要脸的妈 把我妈给活活气死了 同志妮 请你嘴巴放干净点 阿斯比你大四座 她出生的时候你妈妈都不知道在哪 她醉了 算了 实在有气 回家抄你爸撒去 哦 这样 还挺曲折 那我更不能把她给你们了 我不知道你们会对她做什么呀 哟 你叫什么呀 罗米欧 行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男人了 喂 我跟我男人走 你们还有一点啊 同志妮 疯了吧你 把她送回去 松林路三号 我会给你报仇的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不送 半小时候她没到家的话 上面有尖锋电子眼 只要你不介意被警察全身搜捕 喂 喂 你给我停止啊 我不要回家 乖一点 你 你 我自己会走 你放开我啊 走吧 我就知道同志妮不会有情 阿慈 也就是你心软 管她这种破事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算了算了 当不好是好事了 叶拉森 我说的那家料理店 你回来去吃了没 味道是不是还不错 确实还不错 我昨天又发现一家 那鱼做的可太那么鲜了 什么时候我们一起 我最近不想吃鱼 我们一起吃鱼 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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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 你在做什么 炖了消暑汤 正和你爸在喝呢 有事儿 没什么事儿 就是 突然想和你聊聊天 这可稀奇了 你不是一向不爱和我说话的吗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不是惹什么祸了吧 我又不是同学号 你提到他 我头又痛了 前两天家里的保姆 又让他给气跑了 对了 陆行雪出差回来了吗 回了 昨天回的 阿慈 跟人好好相处 按理说你们结婚这么久 有些话用不着讲了 但我看你们好像是不咸不淡的 喂 喂 妈 怎么了 阿慈童真气坏了 他酒气冲天的回来 还跟你爸顶嘴 穿的那个衣服裙子 哎哟 血腰狗 血腰狗 所以我丑话说在前头啊 你也给我小心点 都是结了婚的人了 没事少出去喝酒 要喝起码也有个度 妈 以后有事你直接跟我说 不要背着我让陆行雪做这个做那个 我背着你让他做什么了 就那天我和霍真真在酒吧 你让他去接我 你知不知 我哪里做的不对 你还交上我的刺了 我不是为你好啊 我还不是为你着急 想让你和陆行雪都培养培养感情嘛 哎呦呦呦呦你这个死丫头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要不是我外公和陆家有缺点 我又没那个福气 能不能轮得到你和陆行雪结婚哪 我 喂姚助理 姚少姐 您找我 是这样 陆行雪她 您问陆总 陆总现在在白警馆 设计可能没开 您如果有事找她 我可以传达 您也可以直接过来 我 陆总她压力大 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 都会来白警馆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公司里有些事 好 谢谢 出租车 海洋馆 谢谢 海洋馆 谢谢 我 姚助理说你在这里 这里真安静 嗯 很平静 给 给我的吗 是什么 你可以拆开看看 是什么 玉智鸭筋 谢谢 我很喜欢 为什么送我礼物 刚好看见了 录闻得挺好看的 就买下来了 中秋的时候 陪我和爷爷家吃饭 好 阿慈啊 难得你们回来过过街 我上次听老爷子说起过 但是人吧 一上年纪啊 记性就不行 你是做什么工作来着的 大婶婶 我是钢琴调律师 哦 对对对对 调律师 就是给钢琴调音的那种 对吧 也不仅是调音 还参与钢琴使 我们圆圆学琴啊 琴行来来回回 推荐过好几个调音的 都不行 技术不行 圆圆说他们调出来的那个音啊 还不如他自己用那个 那个什么调音器调出来的准 阿慈 你是用什么调音的呀 也用调音器的吧 我不用那个 那这一行薪水怎么样啊 一调就是几个钟头 上上下下的忙碌 我听这还挺枯燥挺辛苦的 能养活自己 那真是不容易 没几个年轻人能坚持的来呀 你家不是开公司的吗 也是上市公司 规模挺大的呀 你怎么就没去家里公司做事呢 你看小白 多孝顺又优秀 把陆家的产业经营的是顺风顺水的 这些我都做不了 哎 你知不知道啊 王家外头那个 为李遗产闹上门来 这两天是闹的满城风雨 外头的私生女 哪有什么格局啊 就会伸手要钱吃相难看 但凡有点骨头的 谁会去当餐 当餐能要出什么好东西 小白呀快过来 大婶这正有事要跟你讲了 您说的 我们圆圆 已经在Forest的总公司设计部入职一周了 这孩子呀她不让我告诉你 怕麻烦你 但大家都是一家人 只有什么可瞒着的 小白你说对吧 就算现在不讲 你迟早也是要知道的呀 圆圆啊从小就把你当榜样 当初一门心思拒绝珠宝设计也是为了你 为了陆家的公司 现在皆大欢喜了 你可要多照顾着她一点 我会关照设计部的 圆圆是谁 大婶婶的侄女 我不在的时候 你和大婶婶聊了些什么 没什么新鲜的 我是私生女 她觉得我配不上你吧 她怎么认为不重要 你不用放在心上 蒋子 你是名正言顺的陆家孙席 我们之间如果不对等 那也是我请求你在先 知道了 我本来也没有在意 小骗子 早点睡吧 早点睡吧 是不是睡到宵夜了 天气预报说有雨 我的宵夜在呢 江慈 有事吗 你怎么了 没什么 要不要一起吃宵夜 要 吃什么 冰箱里好像还有一些菜 我们下去看看再说 我都可以 这里有蔬菜 还有装阿姨的蟹黄酱 我们吃拌面可以吗 嗯 嗯 江慈 啊 喂 甘慈 别怕 我没怕 你的身体还好吗 有没有注意休息 我很好啊 那就好 陆行雪在准备宵夜 我去帮帮她 我们下次再聊 江慈可以帮忙 准备一下餐盘吗 不行 你怕雷射 不怕 小骗子 最后再转一凑 你才会把我摔搜他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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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进化 你自己在帮助吗 我走 我走 你专梅 需要抱抱 明明分开没几秒 梦里阳光洒在房间正好 盛满你的味道 若是时间停出刹那 希望停在那一秒 微笑仿佛横行闪耀 标记爱的坐标 将来或许有诸多纷扰 此刻知道这是爱的讯号 行走在未来的每分每秒 雪如冰霄陪你走天涯海角 不吹开潮湿的窗角 回忆里忽乱心跳 情字千巧起嘴角祈祷 感恩与你遇到 行走未来每分每秒 彼此相爱最重要 雪蓉冰霄鲜花在海啸 陪你走过天涯海角 雪抵挡不了 尽命轻依靠 行走未来每分每秒 情愿闪耀 尽命轻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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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心潜入更美的天荒地老 将来或许有诸多纷扰 此刻知道这是爱的讯号 行走在未来的每分每秒 雪蓉冰霄陪你走天涯海角